以科技进化 创数字之都 聚全球之志 诉未来世界 2021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智能世界 众志成城 不愿意做一个 始至前行的逐梦 至之所趋 无可阻挡 不愿意做一个 始至前行的逐梦 不愿意做一个 始至前行的逐梦 欢迎收看由股票学习平台《九方之头》 独家冠名播出的《谈股论经》节目 展老师选策略就上《九方之头》 大家好 我是李婷 大小指数今天表现分化 创业板涨幅近2% 个股则涨跌参半 两市成交额继续维持在万亿 全中股搭台 成长股畅戏的局面仍将为戏吗 煤炭 证券等板块回调 芯片 新能源 车产业链等板块是继续走强 操作上该如何来把握热点的轮动节奏呢 在节目的直播过程中 您可以关注《谈股论经》的微信公众号 发表留言 参与节目互动 您如果想登台亮相 发表真知灼见 可在《谈股论经》官方微信 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稍后会有小便联系您 好了 接着把时间交给袁建新 和今天到场的嘉宾们 一起来听一听他们所带来的最新观点 其实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创业板是继续零涨 那么创业板能不能继续再创新高 我想这可能我们很多投资者 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其实今天市场应该说双创板 创业板 科创板50指数走得都比较强 但科创板和创业板50指数 午后有点走弱的一个味道 尤其是科创50指数走得偏弱了一些 从上午最高大约涨了2.5% 到下午大概只有1.8%左右收了一个盘 所以看到有比较长的一个上影线 那么从这个就想到了 科创板和创业板这两个指数 相互之间的一种关系 都是以科技这些股票为主的 尤其是最近刚刚发行了9个 双创50ETF基金 那么这些基金到位以后 对这两者都可能会有一定的一个推动 那么这个时候指数连续大涨以后 分时级别像60分钟 120分钟指标已经在高位 进入高位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下午出现了一个 有一定程度的一个上影线 那么这里可能我们就要仔细观察了 会不会有一个分时级别的一个回调 那只要这个分时级别的一个回调 不蔓延到日线级别的一个回调的话 那就没问题还会继续涨 那我想最关键的就是分时调到底位的时候 日线级别没有出现很大的一个影响 这就可以了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成交量 还是要保持在万亿之上 那么这样的话 市场会不断的寻找热点 东边不亮西边亮才会继续上涨 那同时我想还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刚才李廷说到的 主板市场也就是权重股 是不是这个台能够大稳 这个很关键 今天受到北向资金的一个影响 因为这个台风的一个问题 上午北向资金是一直没有的 到了下午一点半才恢复的 客观上的对于上证50 以及上证指数的一些权重股 带来了一点负名影响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一点半之后开出来了 但因为前面没有得到一个支持 银行保险券商都已经跌下来了 那么这个时候北向资金恢复的话 那往往会加快这个原来的一个节奏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北向资金 今天呢是全天算是流出的啊 流出大概40亿左右 互股通和深股通 基本上属于对半开啊 那个各21上下是市场是流出的 那今天流出我们刚才说了 因为有市场上午的一个趋势形成 造成呢它上来以后一看呢 指标是往下嘛 那可能北向的也是有一个流出的一个动作 那明天就关键了 所以明天这个权重股啊 也就蓝重股能不能大台成功 对于指数继续向上 还是在这里继续横盘就非常关键了啊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南下资金的一个情况啊 南下资金呢也差不多啊 但是呢南下资金我们可以看到 港股通深圳方向和护士方向啊 是截然相反的 最后呢是流出5.92个亿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得看看 市场的一个风格的一个问题啊 从市场风格的一个角度来看 我们可以看到啊小盘股叠加大盘股 那么今天呢小盘股啊 基本上是在高位 那么是主要是第一个小时啊 把这个上涨的一个基础啊 是奠定之后啊 基本上呢此后三个小时呢 就是横盘整理的一个走势 而大盘股呢走势上就偏凝重一点啊 我们可以看到上午一波下跌 下午呢在一点半之后 我们刚才说北向资金恢复以后呢 是加剧了啊这样的一个走势啊 所以又有一波下跌 但是我们注意到呢在两点过后啊 很明显市场的一个力量 又把大盘股拉了起来 所以这又回到我们刚才所说的 权重股大台啊 明天能不能搭稳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那么这是从两个维度 那么第三个呢 我们就要看看市场热点的一个问题啊 我来看一下今天护生两市板块 涨幅榜居前的有哪些啊 有乡村振兴 猪肉概念飼料农林牧鱼水产养殖 基本上呢都是消费啊 那么尤其是因为猪肉概念呢 有相关的一个新闻啊 最近一个月呢 猪肉的一个价格呢 稳住了啊 不再下跌 并且呢是小有回升 那么这样的话呢 对于改善养猪行业 包括农林牧鱼的其他一些行业 信心上有提升 所以今天这些板块呢涨幅居前 那看一下下跌前列的有哪些啊 是甲醇煤炭能源 能源加工煤化工 以及食品检测啊 那我想前面这些啊 都是属于能源领域啊 那能源领域呢 最近一段时间呢 对于呃炭交易所的一个即将成立啊 反应是比较大啊 一会涨一会跌的啊 那再看一下权重股的 今天的一个市场情况啊 那我可以看一下科创版 前十大权重的一个情况呢 今天是四加跌六加涨 那么其中呢像石头科技 跌幅大了一点啊 今天呢达到了百分之六 其余的呢都是在百分之三以内的一个上下 再看一下踹板啊 今天踹板确实不错啊 就像刚才我们上来所说的 零涨啊 零涨就有零涨的一个风范 前十大当中只有一加是下跌的 那其余都是上涨 上涨超过百分之三的啊 一看便值五加啊 所以幅度是比较的一个大 再看一下主板啊 主板呢今天一头一尾啊 是上涨 中国中年呢是涨幅超过百分之三 跌幅超过百分之三的呢 只有一家招商银行 但是银行保险 全重股当中 今天是都是出现了一个下跌 再看一下深圳主板前十大全重的一个情况啊 那要比护子这边要好很多啊 除了这个平安和海康威视之外 都是上涨的 有两家是超过百分之三以上的 一家呢是比亚迪 另外一家是牧原股份啊 也是养猪当中体量最大的一家 那么这是今天盘面的一个情况 先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那么接下来呢 要请出今天来到厂内的两位嘉宾 一位呢是江琪啊 另外一位是白颖杰两位啊 那今天这个问题呢比较简单 刚才我们已经说到多次大盘股大台的问题 那目前的一个情况下 大盘股大台的话啊 那个创业板成长股这些 倡系的一个格局能不能继续维继啊 我想就这个问题呢 先听听两位的一个看法 先请出江琪 我认为比较难吧 首先其实我认为这两个方向 其实以目前的市场的行情来说的话 其实并不是完全的正相关 甚至是有一些反向属性的 也就是说有时候会出现成长股 涨的时候 然后大盘是跌的 或者大盘在跌的时候成长股是涨的 对吧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成长股 目前就是以中 以创业板和科兆板为例的话 就经过这段上涨之后呢 出现了一定的量价背离和指标背离的问题 其实短期时也是存在一定的一个回家的一个要求 然后最后一点的话是权重层面的话 其实阶段性距离新高也是比较近的 那我个人偏向于后面会创出新高的过程中 一旦出现反向就是权重上去 反而是个股类的东西可能出现回调 好啊 谢谢江琪啊 一下子呢把自己的观点说了三条 待会呢我们听他详细给我们展开聊一聊 我们再听听白颖杰对这问题 你怎么看 我觉得当下市场在存量博弈没有非常明显的一个增量资金的这个入场过程当中 可能会后期会存现一个大小盘悄悄板的一个迹象 就是说如果大盘起来的话那成长类的这些标的可能会有所调整 而且这一波其实涨幅也是相对比较大的 看来两位对这方面的看法有一点是相同的 市场目前还是一个翘翘板的一个现象 好我们再来看看我们在有看头加上 我们嘉宾全天是什么样的一个观点 我先看一下白颖杰 白颖杰的这个观点是昨天晚上就给出了 市场回暖轻指数重个股 中报行情开启进行如何进行一个筛选 那么今天待会在操作的一个策略方面要跟我好好聊一聊了 那徐史荣认为呢是今天早晨 是认为今天大盘继续上行为主 那老元今天上午的时候呢是给出的一个观点是要关注新的原车 这其中一些基本面近期发生变化的 此外呢周末的时候呢是对电源管理芯片 这个行业进行了一个梳理 那么今天最后我看了一下 电源管理芯片当中很多个股今天涨势喜能 那么此外呢 那这是葛剑影在上午的10点半左右给出了一个观点 市场虽然震荡没有滞涨信号继续抗反弹 板块呢是重点持续医疗医药化工化肥电力等 就是今天我们嘉宾在有看头加上 我们给大家简洁了一些他们的一些观点 那更多观点呢我想大家关注一下有看头加 就可以找到我们所有嘉宾在全天每个过程当中 他们的一些看法 好的回到场内我们来请出两位嘉宾来跟我们聊聊 对市场的刚才的一个观点展开跟我们聊一下 我们先请出白颖姐 有请白颖姐 好的对于市场层面的话 我的一个大的观点还是指数会呈现一个慢流的这样一个格局 那么接下去的话可能还是更多的一些板块 包括结构性的这个机会 那么当下市场我觉得较前期来比的话 是有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回暖的这个信号 那这个信号主要体现在两点 那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到最近的盘口的这个券商啊 是相对比较强势 我们说在牛市当中券商是一个这个 我们说的这个牛市棋手 那么并且在当下的这个市场当中 券商启动其实对于市场的一个人 有非常大的一个提振作用在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我们说从市场的一个资金的这个角度 那近期我们看到北上资金就在上周 上周连续三个交易日是回流 将近要超过250多亿的这个资金 那可见资金也是相对比较认可我们当下这个市场 那么第三就是一个流动性 流动性相对是比较宽裕的 那尤其是在当下这个时间点 所以我觉得从市场的这个人气 资金再到流动性啊 这三个角度来说的话 都是相对积极偏多的 那么对于我们后期整个一个市场 它的一个反弹的这个力度也好 空间也好 其实是有助于有助于进步向上的 那么从指数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我觉得至少在上证指数 我觉得大的一个方向还是保持一个多头 那今天是带来这个月线图 那这个月线图 其实我之前在做节目也特地讲到过 就是3480的这个比较关键的这个位置 那基本上我觉得在这个平台上方的话 那目前整体的这个上证主板 月线的这个多头 依旧还是保持着一个向上的这个节奏 那么再从目前的一个成交量 来做一个对比 就是3000点以上和3000点以下的这个量能 那从图形上我们就可以比较明显的看出 是一个倍量的这样一个释放 那也就意味着成交量是相对比较偏暖的 那么最后就是指标上的这个角度 现在因为大趋势的这个MSD 在零轴上方 其实一直是保持着一个月线多头的 这样一个状态 所以大的一个结构 我觉得就指数单层来说的话 还是保持一个多头节奏 就短期来说的话 今天因为昨天大安线长出来之后 今天做一个震荡 我觉得很合理 那接下去的话 就主板日线 可能在3580到3630区间 做一个震荡 那后期如果有一个向下回踩动作 再往上去做攀升 可能会更好一些 那这是主板 但对于创业版 我个人可能相对偏谨慎一些 因为创业版近期 虽然在市场当中表现是不错的 但是技术给到我们的一些信号 不管是30分钟还是60分钟 致死之中的那个背离还没有化解 那么创业版这里 我觉得3300的这个支撑是不能破的 一旦破就比较容易有一个 快速的这个回踩的一个动作 那么这个是指数层面 那近期市场 我说的就是说指数 虽然在这个位置震荡反弹 但是行业的一些 而个股的这些表现相对是不错的 那今天带来这个中正1000的这个指数 和我们呼声300做一个对比 这个是一个周线图 那很清晰可以看到 这一波其实5月底到目前为止 中正1000涨幅已经超过了8%了 那同期的呼声300涨幅只有2% 那么同期的上证指数涨幅只有3.47% 那么另外还有个数据就是中正500 那中正500在最近涨幅也是超过4% 那这样的一个数据和我们指数 一去做对比的话 那就很明显看出市场的一个结构性机会 明显是要好于我们指数的 那最后我们再从短期的一个期权的 这个资金的这个角度 那么6月份6月初的时候 我们看到其实期权的这个空方还是比较占优 但是到了6月中旬之后 目前整体的一个多单明显是要强于我们空方的 不管是这个50还是呼声300 从6月17号开始 那整体的一个空单就慢慢往下再降 那么期权短期的这样一个资金 相对是多头占优 那么也是对于我们后期整个一个市场向上展开 反正是起到一定的这样一个支撑和有力的作用在的 好 白眼睛从多个方面 跟我们阐述了他对市场看多的一个观点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请出江琪了 再来听听江琪刚才是给出了三个小的一个观点 我们请他展开跟我们聊一下 来有请江琪 我还是从两个角度来谈一下 第一块还是先说市场环境 然后第二块再说市场的一个结构的一个问题 环境层面的话 其实我们近两周做节目的时候 一直在强调一个问题 就是说只要量不缩 我这边就是维持一个看多的一个观点 那其实近阶段时间 基本上已经是持续了一段时间 成交量是连续的在万亿以上 我们之前也说过 可能背后的一个因素是在于我们之前认为 目前的一个公募机构的一个仓位总仓 是偏高的一个状态下 如果说量缩掉的话 可能后续资金跟不上 会形成一个减量的一个问题 所以说目前的成交比较高的一个情况下 我个人认为总体的一个市场的一个环境 或者说是目前保持一个做多的一个观点 我认为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今天虽然比上周五量小了一点点 但是大家知道今天的北向只有半天 而近阶段的北向资金的话 基本上日均的成交额在1100亿左右 也就是说如果说半天的话 你再加上600亿的话 今天的量其实要相对于上周五来说的话 可能会更大一些 所以说总体来说的话 我认为目前的一个成交量 还是维持我的一个最低的一个要求的 然后对于后市的话 我这边谈两个路径的一个预期 第一个路径的预期的话 其实基本上其他的深圳类指数都已经创新高了 目前的上阵指数其实还没有创新高 我认为应该是过之前的高点 应该也是基本上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 后续的话过新高之后就会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个就是说量是不是继续跟得上 第二个是速率是不是能继续跟得上 因为如果说量跟不上速率跟不上的话 就会形成一个量价倍率 还有一个就是指标倍率的一个问题 其实今天的像最近几天的深圳指数类的品种 包括像中小版中指 包括像创业版指数 其实都已经新高了 但是大家去看看成交量的话 其实是并没有一个完全的明显的一个放大 其实这也是一个短期的一个隐患 所以说如果说上阵类的东西后面新高之后 如果量不能维持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状态的话 那不排除形成一个短期的高点 之后出现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回调 然后第二个路径的一个预期的话 是最好的一个情况 请老员可以贴一下我今天带的第一张的那个PT 好 这里面其实要讲一下什么问题 其实我个人认为从今年的三月份 三月九日见底开始的这波走势 其实和去年的三月份 当时见底的一个情况 到现在为止是非常的一个类似 有几个类似点大家可以看一下 第一个是见底的时间都是在三月中旬前后 去年是三月十九日 今年是三月九日 然后第二个是在见底之前 都是出现了快速的几跌 去年是疫情之后的几跌 今年是春节之后的几跌 然后第三点的话是在这个反弹的过程中 每一次都是出现那个低点不断的一个上移 没有一次低点是后低是破前低的 而且速率都是保持一个相当比较慢的一个状态 重心不断上移的过程中 去年也是这样 然后第四点的话就是成交量逐步的一个放大 这一点也很明显 然后最后一点的话是什么呢 就是说时间上 去年是行情启动 就是从七月一号开始走出一波 比较明显的一个主身段的行情 而目前的话 其实如果去算时间的话 这五个低点的震荡时间段 其实目前已经是比较 就是时间已经是比较类似 然后第二个是到了六月底 大家都知道可能资金面可能会有一些紧 像今天的204001 其实也是比较高的一个状态 那过了这个时间点之后 这一块的一个短期的一个隐忧 其实也是会消化掉 所以说对七月初那一段 如果说新高之后 出现持续的爆量的这样一个走势 我认为这种路径的一个可能性 也是不能排除的 特别是我们前面讲到这张图上面的几个情况 都是非常的一个类似 所以说对于指数环境层面来说的话 这两个路径 大家可以后面重点去看一下 其实核心的一个点 其实还是在于新高之后的一个成交量的一个问题 那第二块 我们谈下市场目前的一个环境的一个特征 环境的特征的话 其实近阶段 除了分化之外 其实我要讲一下的话 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是 其实在于反向 其实我们前面在开场的时候 就说过一个问题 就是权重和个股 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反向的一个关系 其实大家如果去说的话 可能并不是特别清楚 那今天也一样 我带了两 有两个 一个是指数的反向特征的图 还有一个是板块的反向特征的图 金老元也可以拿出来看一下 第一个是上振50和中振1000的 其实这张图 其实最主要的一个点 就在于它的一个反向的特征点 就从去年的7月份 这波行情走完之后 后面就是上振50不断的往上走 当时是处于就是大家说抱团 就抱团不断的涨 个股不断的跌 完全反向 然后到了今年春节前后 他们又出现了一个相同的情况 就是在于 基本上是在同一个时间点上 一个权重出现最高点 然后个股出现最低点 然后之后是权重一路的跌 然后个股是一路的反弹 这一点其实和以前我们做市场的一个 一个情况是完全不一样 以前可能说 就像我们前面提的那个问题一样 就是权重搭台小盘去唱戏 对吧 现在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 反向的一个效果 第二张图的话是个股层面 或者是板块层面 也是有一个 近阶段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 记得我在前两周的话 重点是说可能看好 5月10日见底左右的 一个方向的一个反弹 就是一些板块 当时说到了芯片啊 军工啊 近阶段其实涨幅 都是比较大的一个情况 当时有一个核心的一个问题 就在于 在5月10日出现了钢铁板块 和有色板块的见顶 大家可以看一下 而且要知道一点就是说 在3月份到5月份这个阶段里面 市场最大的热点 或者涨幅最多的板块 其实就是在资源谷里面 或者说 当时大家说顺周期嘛 对吧 涨幅是最大的 然后到那个阶段之后呢 5月10日那一天正好出现了 钢铁和有色的放出 非常大的成交量 然后之后出现高点之后 后面就是一路的回调 或者说一路的缩量 那在这个同时 下面的军工啊 芯片啊 五级啊软件啊 包括券商 都是在5月11日见底的 那当时我其实我就提出一个问题 就是高低位的资金切换 有时候我们去说有些东西涨 其实并不是说 它基本面出现什么变化 而是之前的老热点 的资金放出来了 到了一些阻力 比较小的一些方向 过来之后 然后同时形成了阶段性的 局部性的一个反弹 所以这两个特征 一个是说的指数 一个是说的板块 其实都是非常明显 有些东西的涨跌 其实可能并不是因为它基本面出现问题 而是另外一块地方没有做完 或者说另外一块地方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下跌 导致你这边的上涨 它是一个场内资金流动的一个问题 所以说在这个特征的一个情况下 短期里面我们要重点去看什么 因为进阶段最明显的热点是什么 芯片 光伏 五级军工这类东西 这类东西其实我们之前是 是从五月中开始就比较看多这个方向的 那后阶段的话 其实短期内我可能会比较偏谨慎一些 一方面的话 特别是像光伏 在近几天是出现了历史天亮 其实类似于前面我们看到的像钢铁有色 出现历史天亮之后 往往就容易呈现一定的一个回调的一个压力在 也说明它里面筹码可能会有些冲动 然后另外一块的话 其实在这个阶段里面 我们看到了金融地产是持续的下跌 其实情况和当时的军工芯片的道理是一样的 就是在五月十日前后的一个情况是一样的 所以后阶段我们要看一下最近的一些热点 成交量占比比较大的方向 是不是会出现回调 同时低位那些方向 是不是会出现一定的一个反向的动作 那第二个的话 还是看成交量的持续性能否出现爆量并持续 就是我前面讲到的第一张图的一个情况 类似于去年七月份的一个行情的走势 好 好 谢谢江琪对于行情的一个仔细的一个梳理 确实从它的几张图上 我们可以看到 今年的三月份跟去年的三月份 这一番走势的一个比较 那么到了六七月份 去年是发生大的一个变化 那么今年会不会也如法炮制 照着原方抓药 我们现在不知道 所以必须要等待这个结果 那么第二个呢 是市场的一个翘翘板的一个现象 是非常的一个明显 那么现在呢很显然 如果说翘翘板一头翘起来 现在是什么 那现在很显然是高科技 这一头已经是翘起来了 什么时候它回落的时候 另一头会不会起来 那么这些都是带着这个问题 我们未来呢在市场 你这个观看市场的一个走势变化的时候 一定脑子当中要有根弦 好不好 那么这个是江琪刚才带来的一些问题 那接下来呢我想还是要跟大家聊聊 我们有看头家 大家都知道我们有看头家呢 是进行了一个升级 升级之后呢有很多新的一个功能 包括主力资金的一个流向的问题 那么如何把股价的一个涨跌 和主力资金动向结合起来 那么好多投资者可能对这方面也不太熟悉 那现在好了啊 我们有主力解码体系的一个课程 立刻扫码报名 下载登陆有看头家 打破你对主力的一个固有认知 教你识别主力 共赢主声浪 现在扫码报名 下载登陆有看头家 听取完整课程 教学加实战结合 报名课程 还可领取实战工具一套 好的接下来我们要请出 场外嘉宾徐世龙 来听听他对今天行情 是如何来分析的 来有请徐世龙 大阪七年阳 回到3600点平台 由于连续的拉升 这里呢需要围绕着3600点 展开技术性的一个修正 只要量能不过分的萎缩 后市依旧可看高一线 由于高科技股的连续的上涨 以及体财股和权重股的高低位 比加的效应 这里主力资金需要调仓换股 从指数上看会很震荡 但总体无忧 从北向资金数据上看 近五个交易日 北向资金回流到权重板块 对指数起到了关键性的一个作用 高科技类体财股的赚钱效应有所分化 电子信息和软件服务 是近期主要的加长方向 好 谢谢徐世龙 近期大盘无忧 那么这是一个结论性的一个问题 那么这是徐世龙的一个观点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请出两位嘉宾 来聊聊如何操作的一个问题 那么在谈到操作的时候呢 我们必须得看看 我们嘉宾在锦囊上的一些情况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江琪 江琪的多因子策略一号 我印象当中已经差不多有四年了 从目前来看呢 一年一倍 现在呢是419% 这样的一个收益 还非常可观 那近阶段呢 板块操作方面呢 好像有几个星期了 一直是主要一半是基金 一半是券商 这是多因子一号 我们再来看一下多因子二号 多因子二号呢 是开的比多因子一号要晚多了 那么现在呢 是一半是基金 另外一半呢是证券期货 那么这是江琪的 待会呢我们要请他结合 锦囊的一个操作 来跟我们聊聊思路的一个问题 杨成斌呢 目前也是一个满仓的一个状态 它主要呢是几个板块吧 那一个呢是电源设备 化学制品 电子设备等等 那么两个呢 基本上仓位是满仓的 方向上也比较一致 再来看一下许亚林的 许亚林呢目前也是一个满仓的一个状态 主要呢是航天啊 这个医药流通电子设备 以及通用设备 好的 回到场内 我们先请出江琪 听听江琪结合他的一个井囊啊 来跟我们聊聊 接下来的一个操作思路 来有请江琪 首先井囊简单先说两句啊 井囊其实别看总收益还可以啊 其实近一年其实做的是挺一般的 其实主要还是和市场的环境是有因的关系 因为前面包括我们前面讲到就是指数出高点 反而是个股出低点的吧 这种现象其实是比较多的 或者说我们最近看盘的时候也是会经常去看到指数全红 但是下跌加速比商量加速多 其实这种环境其实比较不利于像我这种做偏beta类的 就是操作的一个方式 就是市场是总体来说是比较分化或者说是比较紊乱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是比较不适应 所以说近一年的做法其实还是在一个适应和慢慢摸索的一个过程中 所以说这是一方面 就是井囊收益率可能近一年是维持在这样一个水准上面 然后呢 仓位其实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动作 然后另外一点贴近行情来说的话 其实我们前面讲到一个问题就是目前的趋势也好 包括成交量也好 基本上还是维持我个人的一个最低的一个要求 所以说还是维持一个满仓事故 因为我们之前说了 只要量不缩 我认为总体的问题就不会特别大 然后包括中正500我们之前画的趋势线 包括上市指数的那个5月25日的缺口位 其实都没有去破掉 所以说目前再叠加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前面讲的那个情况 不排除最强的情况是7月份可能是有主生的 所以说目前肯定还是以持股为主的 然后后阶段的话 其实目前我个人还是偏向于看好是证券类的板块 或者券商的板块 其实也是有几个点 一方面的话就是去年行情的一个经验吧 就是去年也是7月的时候起的是 以券商为主的一个行情 然后去年券商也是和指数不同步 指数在去年是3月19日建的底 然后券商是去年5月25日才建的底 也是晚了将近两个月 那今年的一个行情也是一样 今年券商是5月11日建的底 而今年的指数是3月9日建的底 也差两个月 所以说路径是非常类似的 所以这一块的话 我觉得是存在一定的一个主生的潜力 第二块的话就指数临近新高了 大家也比较清楚 如果说上阵类的东西 如果要新高的话 必然是权重发力 所以说这一块其实是存在一定的一个 情绪盘推动的一个预期的 然后第三点的话 就是目前的一个总体成交量 市场成交量还是比较大的一个状态 所以说这一块我觉得应该是能够做一个持续看好 然后其他的行情方面的话 其实主要还是观察一个市场 在近阶段一些放量比较多的一些热点的一个板块 是不是会出现一定的回调 然后同时低位的东西 包括像整体的金融股 包括像地产股 是会出现一定的一个反弹 或者说出现一定的一个反向的一个效果 好 谢谢将其思路的一个分析 实际上刚才在分析大盘的时候 已经提到了一个翘翘板的一个现象 那么在实战操作当中 已经开始埋伏了 那么另外呢 将其还有他的一个多英子策略的一个 实战的一个有看头的一个课程 那么这个有看头的一个课程 是每天放在中午来进行一个更新的 那对实战的一个操作来说 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朋友们也可以同时进行一个关注 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白颖杰了 那我们知道白颖杰的刚才提到这个大盘策略的时候 也谈到了券商这个板块 那你能不能跟我们也来聊一聊 对接下来的一个操作 你的一个思路 来有请 好的 其实对于券商板块 我是一直有跟踪和关注的 包括我也是非常看好券商行业当中的一些ETF 那看好的这个逻辑 主要是四个方面 那第一个就是市场的一个数据 我们可以看到成交量 以及这个两融余额的这个上升 是对于券商是直接行中利好 现在两融好像已经又到一万七了 对 创新高 第二个的话就是从业绩的表现 不管是估值还是ROE的这个抬升 那第三点就是从资金的这个角度 那最后就是市场的一个技术的这个形态 那么首先第一个 我们从数据的这个角度带来这个图 那么截止到上周 我们可以看现在的一个日均股基的一个交易 周环比增长是要超过7%以上的 那年初到目前整个一个 我们说的这个跟去年去比的话 也要幅度达到9%以上的这样一个增长 那么这个是成交量 那么从两融余额来说的话 我们看到上周环比是增加了1.29% 和去年同区去比的话是增长了54% 那这个数据非常明显可以看出 现在市场的一个热度是不减的 那是这两个数据 还有一个数据就是我们统计的这个公募基金 近期的一个发行的这个数据 数据上可以看到 从3月份到4月份到5月份 其实是一个一路下滑的迹象 但是就到了6月份 我们看到整个一个发行的这个份额 是超过2300多亿 那很明显就是一个市场的一个 我们看到部分的一些机名 通过公募的这样发行 参与到我们现在的这个股票市场 那这其实也是一个增量的一个资金 那么这是市场的一个数据利好券商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说 从业绩和估值的这个角度 那这个图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券商的一个估值 其实是处在一个历史的一个低位区间 那么数据上现在是在1.6倍的pb 那10年的一个平均pb是在多少 在1.92倍 那很明显还是处在一个历史的低位 那我觉得未来就券商而言 估值是有一定修复再加上业绩 那最近我们看到2020年 券商的一些业绩排名都出来了 那跟去年去比的话 净利润是同比增长了39% 而且也是达到了最近三年的一个 比较高的这个水平 那么在现在一个低估值 业绩不错的这个状态下 我们整体看到这个251 其实也是有一个稳步的这个抬升 所以对券商的这个基本面 我们觉得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那么第三点就是从资金的这个角度 那这个是我们看到两个资金 第一个是厂内的这个主力资金 第二个是北上资金 很明显在近期市场当中 虽然券商不是持续性的这个上涨 处在低位 但是资金是非常明显的持续在流入 最后就是市场的一个技术的这个形态 那这个是券商板块的一个这个周K线 那我也是做了一个叠加 就还是跟我们护升300做一个叠加 很明显就是跟指数来比的话 这一波它是有一个补涨的这个需求 就是跌的比同期的指数要多 而且见底的信号也晚 而且从成交量来看的话 前期连续三周的这个调整 都是呈现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缩量 那调整缩量是非常好的一个量价的 这样关系 节奏来说的话 这一波券商也是回踩了 5月当时的一个起涨点的这个平台 那说明这位置是有非常强的一个支撑点 结构上的话 MSD在底部也是形成了一个非常明显的 一个金插信号 所以对券商板块我还是去看好 包括券商的一些行业的一些ETF 我觉得都是不错的一些关注方向 确实从券商板块的一个角度来看 目前从形态上来看 比较安全在比较低的一个位置 另外RE等等估值也不错 我刚才白颖杰在谈到券商的时候 特地讲了一个公募基金的一个发行的一个情况 也可见白颖杰对公募基金 基金这一块是关注度是很高的 那我看了一下 白颖杰实际上在有看头加上的开出的一个课程 它是财富自由从基金开始 看来你对基金关注度是很高的 那你现在的一个课程 你自己来介绍一下特点吧 好的 其实基金的话 我觉得是未来投资方向的一个大的一个趋势 在课程当中我就很简单一句话 我说我们要借助基金经理 让基金经理来帮我们打工 因为在当下市场当中 其实上市公司个数是比较多的 选择是有难度的 那么在课程当中我会手把手的教 就是说怎么样来去挑选一些好的基金 那么另外的话 就是结合当下市场一些盘口 刚才我也提到 其实各个行业都有非常不错的一些行业的这个ETF ETF的这个优势 其实你去关注的是一篮子的一些好的股票 那同样是一个板块涨 但是同样板块涨当中 你个股也是有分化的 那如果你去关注了行业的这个ETF的话 其实你能够去获取整体市场的一个 非常不错的一个平均收益 所以课程当中 除了这个挑选好基金 基金定投 包括实施跟踪这个行业的这个ETF 主要还是围绕基金这一块 好 每周是更新两次 也确实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切入点 对于每年自己操作 不是很顺的一些投资者来说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 那其实去年的一些很多 大咖基金经理的一个业绩 我们都看到了 但是我们好多投资者可能事后才知道 原来有坤坤 有谁谁谁 对不对 但是之前不知道 那对他们来说实际上就是一种损失 所以有了白影节的这个课程以后 可以帮助你对基金有一个了解 哪个时段适合买哪些基金 可能也有帮助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先送出一个福利 下载九方之头APP 2021年投资白皮书 这里呢有5G投资图谱 有新能源配置主线 还有军工年度策略 投资白皮书 聚焦5G新能源军工三大黄金赛道 深度剖析各产业链优质机会 祝您在2021年把握行业的趋势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另外一位嘉宾 杨成斌听听他对市场是如何分析的 有请 市场方面我觉得目前是一个 由弱转强的关键阶段 本周的强入很重要 我觉得主板有希望站稳3600 并向前期的3731点发起进攻 创业板指数则有望走出3200点的盘整区间 向上一个台阶去挑战3400点 我觉得目前需要重点关注的是 多头的进攻医院 上周五的券商上涨 算是一个比较好的助攻 如果该强的时候不强 那就需要小心市场回调 行业方面 我目前继续看好锂店整装 和配套的材料的一些大十字企业 新变行业也是继续维持强势 所以继续看好 暂时在仓位上不敢配的太多 主要还是会以锂店为主 只要趋势正常延续 那么我觉得应该是可以安心持有的 好 谢谢陈斌那个分析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有看头 加莱的板块要请出姚中原了 那今天的一个市场呢 我们可以看到 全中股尽管有所失位 但我们也可以看到 市场当中成长股表现不错 今天总体市场上涨的一个加速 还有2000多家 2500家左右吧 应该说还是很不错的 那么今天姚中原 会给我们带来哪个观察点呢 我们不妨拿起你的手机 你扫描一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可以和有看头家来的讲师 或者更多的一个联系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姚中原 好的 欢迎大家收看有看头家 升强忽弱 科技股市再度走强 那这个当中科技还能不能去进行操作 哪些方向又有迭代的这样一个机会呢 来看今天的第一张PPT 在最近的半个月当中啊 科技股市净显雄风 尤其是在六月的中旬开始 像电子元器件 电子设备等这些方向当中啊 是在启动之前呢 我跟大家去持续的讲解的 那到今天连续拉升之后呢 这些板块当中啊 需要去注意一些细节 首先像电子元器件板块当中 今天是创了一个阶段性的新高 但是冲高回落的背后 你看下方的量能很明显 萎缩了将近约一半 这也是非常标准的 量价背离的一种信号所在 其次在今天创出新高的背后 机构资金是主动进卖出了 将近27个亿 这也说明科技股在今天拉高之后呢 是有一部分机构资金啊 在这里获利了结的 所以对于短期的科技股走强过程当中啊 您目前为止啊 先不要急着去追 而与之对比 形成鲜明的高低位反差的 恰恰是同样走在趋势当中 强势板块的生物制品板块 因为今天下午的时候 科技板块是冲高回落 但是与之非常对应的 就是生物制品板块当中 下午的崛起 机构资金全天在生物制品板块当中 是近买入了3.3个亿 而在整体的趋势当中 生物制品板块是回踩年限完成 同时又在将近约一个月的下降下降调整通道当中 今天是放量出现了一个突破 这也说明在机构同样关注的一些强势板块当中啊 有一个高低位切换的这样一种动作 这就值得我们去留意了 那如果短期您不想去追高一些科技板块当中一些强势品种的话 不如去关注一些在正好启动第一时间点当中的生物制品 那哪些生物制品板块当中的公司 是近阶段当中机构核心关注的强势品种 能够有启动信号的呢 今天我们也是通过扫描屏幕下方耳码 您可以获得一份在生物制品板块当中 第一时间启动的核心一手资料 那对于医药板块当中啊 还有一些公司可能高低位切换之后呢 我们需要去做一些关注 来看下面一张PPT 因为有一些科技 包括当中医药板块当中一些品种 或许说整体的调整幅度啊 也已经非常大了 我们从图当中可以看到 有一些品种将近于一年的时间 在低位的盘整呢 也已经时间非常久了 但是这样一个平台底部的盘整过程当中 这两天是以放量的姿态出现了一个突破 机构资金在这个个股当中 是运作了将近于12个月 并且呢 这一年当中啊 没有出现明显的调仓换股离场的信号 而近阶段当中 放量突破平台仅限之后呢 我们也观察到北向资金 目前在这样一些公司当中 持仓有将近约55万股 这也说明这些体量当中的资金啊 是机构资金埋伏在这其中的 所以对于短期盘整 充复那些医药类品种的话 这个地方是值得去更多的留意的 那最后呢 我们再聊一下低位板块当中 有哪些正在转折的 来看下面一张PPT 那上周科技股大涨之后呢 我们也跟大家去聊过 有一些低位的板块 正在逐渐出现转折 像白色家电板块 还有呢 像食品加工板块 这些板块在这两天明显是止跌起稳了 并且连续出现了一个震荡上行的过程 那这些板块就是高低位切换当中 趋势同样保存的这些机构资金所关注的方向 那目前为止 依旧保持在转折的过程当中 耐心等待它进一步的持股待涨节奏 好的 那今天的技术讲解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下面把时间交还给老元 好 欢迎回来 那有关全从搭台 成长股倡息的这个格局 这个命题 那投资者朋友觉得 是不是还会继续维系下去 那这个问题呢 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 已经跟大家在展开一个讨论 我们稍时休息以后呢 马上来揭晓答案 九峰之头 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当下行情常常犯难 想抄底怕行情再下台阶 想换股手中股票一身套 再看看又怕行情反弹踏空 怎么办 当下阶段你更需要理性交易 盲目抄底不可举 现在就将帮你解决问题的底部四维交易法 免费送给你 从四大维度提升你的交易能力 现在立即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现在扫马上就能免费领取 拿到底部四维交易法 你会发现 它可以帮助你选出穿越牛熊的低估值板块 叫你快速找出反弹持续性较强个股 同时识别出起涨点 还可以实时监测资金流向 从四大维度 助你把握当下行情 避免踏空 简单易学 尽快扫描屏幕二维码 免费领取 抢先使用底部四维交易法 早一天做聪明交易 岁月不败风华 经典历久彌新 老凤翔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本节目由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志投独家冠名 欢迎来到微信零零看 市场反弹本周还能够向上拓展空间吗 来分享一下微信平台上的留言 在上周五券商股的带动之下 市场的人气回暖 MACD有形成金叉的一期 多空量能来看 多方的量能值有回升 多方开始反击 并且开始掌握主动 日线上 户指市成功突破了3575点的小阻力位 短期有望继续向上反弹 但是过了3629点之后 指数仍会震荡反复 而作为本轮反弹领先指标的创业版走势 依然是强于户指 未来将会挑战年内的高点 我们也欢迎更多的观众朋友们 来到咱们的微信平台 分享您对于A股市场的看法 接着请袁建新为我们介绍 今天微信的投票结果 好 欢迎回来 关于成长股倡系的格局 能不能维系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观众是如何选择的 认为可以的 是有75% 认为不可以的 是25% 此外 对于嘉宾观点的一个支持度 我看了一下 是将期更高一些 再来看一下留言 一位观众说 户子波动不大 创业版指数和科创50指数 继续领涨 市场的一个重心 依然在新兴成长方向 权重股只是搭台的一个作用 短期 操作仍然在新能源汽车产业链 芯片和光伏等高景气行业当中 去寻找机会 这是我们观众给我们的留言 我们稍时休息以后 马上回来 进入明日抢先报 看看技术上到底如何来看 来 本节目由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之头独家冠名 王哥我最近特别愁 怎么了 最近投资特别不顺利 眼看着行情走得好好的 结果一买就跌一卖就涨 可愁死我了 赶紧给我支支招吧 做投资不能一看涨了就连忙追高 一看跌了就马上割肉 什么时候买 什么时候卖 都是有讲究的 你真该学一下关键点位买卖法 关键点位买卖法 是啊 这个方法是专门用来捕捉 买卖点位的 遵守线上阴线买 线下阳线卖就可以了 那你详细给我说说呗 这样 我发你一个微信二维码 你扫一下就可以马上领一份 关键点位买卖法 方法怎么用呢 里面写的都很详细 还结合了大量的实战案例分析 太好了 是用微信扫描一下 这个二维码就行了吧 嗯 这个资料挺抢手的 你赶紧去领啊 好 我马上去领 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就可以领取 关键点位买卖法 每一步消息 立好 快买进 我哥说公司放弃重组 快买出 我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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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峰之头 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炒股 问大家一个问题 当你买卖不定的时候 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呢 今天送给大家这套智能炒股系统 多空电波 是一款辨别买卖 利于决策的交易系统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 当底部出现红色时 表示空头动能大概率减弱 多头出现积极信号 可以开始关注 股价上涨 在高位区域出现绿色 这是空头预警信号 要懂得规避风险 现在想要了解的朋友 可以扫描下方二维码 就能到手使用了 3000多只股票 都能轻松判断买卖信号 同时配套了强势买点战法 配合多空电波 寻找强势品种发出的启动信号 案例分析 跟盘操作 掌握属于自己的操盘系统 现在扫码领取 不管你是新手还是老股民 都能轻松上手使用 看准机会 轻松交易 快来领取你的交易利器吧 欢迎收看由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之头独家冠名播出的谈古论经节目 展老师选策略就上九方之头 大小指数继续分化 那么在明天的操作当中 我们需要观察哪些技术指标呢 马上跟随袁建新进入到明日抢先报 明日抢先报欢迎你回来 我们来先看一下上证指数的一个情况 那么今天呢是高开小幅震荡盘中两次探底 收了一个数量的一个垂头的一个阴线 后市成交量维持 那么五日均线上升之后呢将会继续上行 那这样的话呢3629点这位置指日可待 从趋势的一个角度来看 目前月转多周多日多的一个趋势 是可以继续持有的 参考的一个波动区间3596到3630点这一代 那从现在的一个情况来看呢 每每我们可以看到大阳线之后啊 市场总要寻找下方的一个支撑 而往往五日均线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支撑点 那么现在来看呢 今天上证指数的一个拉回 我觉得恐怕就是在寻找五日均线的一个支撑 明天我想五日均线会继续上行 是不是能够碰到以后就反弹 那盘中我们再来观察 我们再来看一下创业板的一个日线啊 创业板呢今天是高开高走的 在3400点收入囊中之后 高位出现了一个震荡 量微缩收了一个大阳线 前高在望 叙事再涨的话呢可能胜算会更高 但是我想对于创业板来说 这边如果叙事下蹲的时候 如果下蹲过深的话 那么也得注意这方面的一个风险 毕竟创业板近阶段的一个上涨 从指数的一个角度来看 它的一个涨幅要比上证指数要多的多的多 那同时呢创业板和上证 这个科创50指数呢 也有一方面的一个联动 所以两者呢要放在一块来看 那今天创业科创50指数就高位出现了一个震荡 恐怕对创业板也会带来一定的一个影响 这是明日抢先报的一个内容 那接下来呢 还得跟大家聊聊老元的一个课程的一个情况 那么这两天包括周末 老元的一个课程的一个年课 得到了一个投资者的一个 怎么说呢 咱们粉丝朋友的一个乐力的一个追捧 非常感谢大家 那有一位粉丝呢给我留的言 我也看到了 那他的一个留言呢很实在 说老元好像每次我心里想什么 他都能够知道 其实我想这不是我知道你的一个心理 而是我自己就是这个心理 因为我也是从一个散户慢慢慢慢 走到前台来的 所以我知道每一个阶段 我们散户在想什么 而机构在想什么 我现在接触到的一个机构越来越多 所以我也知道 所以从两者之间 我可能可以带给大家更多的一些 从市场的一个角度 给大家更多的一些机构的一些观点 他们未来会如何来走 好了不多说 那么我们稍事休息以后呢 再回来 再来请出场内的两位嘉宾 来聊聊接下来如何操作 来 加值一算 今日要高 一开门 今日一开盘 不要动啊 一位六成的女生 还是要靠学习的精神 我我的 求我我的 搅分之头 是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极家精装 超级家装节聚会来袭 要装修的业主注意了 千万别错过一年一度的装修盛会 现在赶紧拨打极家精装官方电话 58882228 每天限量50名 超五万元装修道理包免费送 数量有限 先到先得 极家精装承诺 100瓶全无硬装 仅需99800元 包主才 包人工 一架全包 特此超级家装节 极家精装 推出998整装套餐 包建材 所有一线品牌建材省心全包 包设计 设计方案不满意 换到满意为止 包施工 56道精工工艺 标准化施工 杜绝墙体开裂 渗漏 发霉 要装修的业主 一定要抓住一年一度的优贵名额 赶紧拨打官方电话 58882228 签约极家精装998整装套餐 超五万元装修道理包免费送 数量有限 先到先得 十万万全 ��月不败风华 经典历久离星 老凤翔 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帽 请维本 这一刻是早上七点 我喜欢这种快节奏高效率的生活 老味道新体验 又是充满活力的一天 放心一餐 精神一天 大家好 我是张瑶 上周给大家分享的龙虎追星战法 相信很多朋友们已经领取到了 并且运用到实际操作中了 能够帮助到大家 我也非常有成就感 今天我就把这套实战中 经常会用到的龙虎追星战法 继续分享给大家 之前错过的朋友们就不要再犹豫了 现在就扫描屏幕二维码 来领取 龙虎追星战法 是张瑶老师二十多年 股市经验总结得出 专门教大家通过龙虎榜数据 判断游资大佬的操作风格和特点 从而快速筛选出 可能具备上涨潜力的标的 有没有帮助 扫描二维码 试一试就知道 目前市场热点轮换较快 只有跟上主力资金才是王道 现在就扫描二维码 不仅教您通过龙虎榜挖掘热门板块 还有大量实战案例 以及老牌游资操作风格解析 满满的技术精华 赶紧扫码领取吧 股票太难了 赚到哪只买哪只 涨点吧 涨点吧 割不割 炒股怎能靠运气 自己有实力 炒股更理性 九方之头是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好 欢迎回来 我们先来请出江崎 听听江崎的观点 来 有请 反正目前的行情 还是量能比较充足 那我认为市场 还是维持在一个 资金体量比较大的一些板块里面 做一些内部对冲的一个走势 然后后续的一个重点关注 还是成交量 其实结构化的问题 最近除了我们前面讲到的 像上证50和中证1000 包括资源和一些芯片 科技一些板块的一些 同一天的一个 无缝的一个衔接之外 其实像上周四 上周五 包括今天三天 也是出现类似的情况 上周四是出现了 科技的东西出现回调 然后流出来一部分资金之后 周五券商就出现一个 比较明显的大涨 而今天科技类的品种 出现上涨之后 今天确实又出现下跌 所以说在后期 如果说近端热点出现 一定回调之后 我个人是偏向于金融类的品种 是会出现一波 比较明显的一个反弹的 好 谢谢江七的一个分析 我们再回到白颖杰这边 来听听白颖杰 接下来你觉得怎么操作 可能更好一些 来 对于操作层面的话 尤其是近期涨幅 比较大的成长来 比如说科技半导体 我也是看了一下 举个例子 比如说最近比较强的科创50 那最近周线级别 其实已经连续七周的 这个大阳线了 那么短周期 距离五周军线 惯率也比较大 所以我觉得这方面的话 可能不太适合去追高 那当下这个时间短的话 我除了刚才 我们这个金融券商板块 持续性关注 还有就是中报行情 因为陆陆续续 已经开始有一个预告了 那现在数据上 统计下来 大概500多家 已经披露这个业绩 那360多家是预期的 占到六成 而且从行业的 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像钢铁啊 化工啊 轻工制造 他们的一个业绩表现 是相对比较强势的 那后期我觉得 在中报当中 也是可以去做一个 持续性的这样一个挖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每一个夜晚 每一个夜晚 你的坚持与付出 总是更久一点 每一个清晨 有你的守护 我的家人更安心一点 为你时 你感到我的身边 总是更早一点 成长中 你燃烧自己 让我的未来 更光明一点